每年冬至前后 江西同古县西巷村的村民就会炸茶油 这用的可是古法压榨 一个字就是香 古法榨油工序繁杂 要将茶子翻晒去壳 碾碎蒸熟制成茶饼 最后师傅们会将茶饼装入炸糖 在撞干的连续撞击下 茶油缓缓流出 清香四溢 每年的冬天 我们都一直采用古法榨茶油 成手工 其实价格比普通油贵了很多 隆人供不应求 虽然古法榨油更费时间 也更费人力 但是给村民们带来的效益却很不错 今年西巷村的村民 靠着销售古法压榨的茶油 挣了20多万元